站在这里 站在风景 站在鱼鱼 跳了 我非常理解 不能的啊 今天就是 鱼鱼鱼你跳了呀 哈哈哈哈 跳了 跳了 这么大了 下来 这么大了 干什么 来 郭文超 鱼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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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又要你干什么 你就放进去那儿站着 不要讲话 我完 留住完毕 你们发生的主要行 咱该进来去哪里 这个呢很被热议啊 会被人理解为呢一种不具权威 一种呢就是对方呢而是那个老爷作风高高在上等等吧 这样理解 那我们就是学生勇敢了 自由了独立独立了 其实这个东西好像在那个特别的那个十年就是六十年代的时候就发生过这样的事 而且非常非常的多比这个还要激烈 那么就是独立啊 自由啊什么挑战权威这些个对应的他的反面是什么呢 我是个谈边界的UP主吗 我是个大思想家吗 那就还是谈那个关于规训的问题 所以一个雄星啊 你怎么成为一个男人呢 你怎么可以成为一个父亲呢 你怎么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呢 就是你必须要完成以下的这些个功课 就是生孩子的养育 陪伴 规训 啊 斗士 得有竞争性 竞争性 然后步道 然后分离 然后回归 我们就在这规训这里出问题了 是吧 那么我们再理解另外一个意思啊 就是 就是 就是你 你孔子讲所谓的正义 所谓的正义它就是 就是什么身份的人干什么身份的事啊 得有这个层次感啊 这是正义啊 当然有人批评他了 说他这个搞这个阶级固化什么的 其实是不是这个意思有待讨论了啊 就是你什么样的身份的人就是干什么样的事啊 你被接受规训啊 你下一步你才谈独立啊 自由这些个事 你要不你不能理解到哪里去 是一种狂妄啊 是一种某某团的行为 是一种某某 某红位的一种行为是吧 很糟糕的对人的教话啊 你看那个男生弟子头子很怯懦的 大喊吓了下 这个人要爆发暴力的时候 你很厉害 没有经受过我觉得恰当的规训这些人 可能是经受过过分的暴力 就理解不了规训和边界这个东西 是吧 我也不太想说没规矩不称方圆的些烂话 是吧 反正就是你学生和老师应该也得有距离 是吧 他有他的身份 你也有你的身份 你不能把这个东西拉齐了 他对你有无限的责任 是吧 你对他要对应相应的东西 你说他什么责任都给你拉平了 成哥们兄弟了 洪秀全和上帝称兄道弟了 他是个好事还是个坏事呢 需要思考的 是吧 老师他相当于一个父亲的一个角色 是吧 你必须得跟他有一定的 是吧 区分的 是吧 父亲该是什么样的角色 子女该是什么样的角色 有人说这个父母和子女亲密无间 就像兄弟姐妹 那是完成其他的一些东西 是吧 你把那些东西完成了 你可能在有的空间 有的场合 享受这个是可以的 你不能所有的地方都是这个东西 是吧 那长弱 柔序 那还有这个东西吗 没有了吗 是吧 你比如说到了军队里面 他肯定得有一套这样的秩序 没这样的秩序 都和大家喊着平等 他也有平等的地方 比如说那个军人的公墓里 不算是谁 是麦克阿瑟还是谁啊 有人提出来给他特权的躺着 他不行跟士兵一样 说那个美国大兵埋不着 立着埋吗 站着埋去 可是你在他在所谓的 他居士系统运作的时候 他肯定就不都是这样 是吧 他得有一套他运行的办法 接受规训 我去某种学校基督教学校 我觉得规训力很强 给人很强烈的压迫感 对不起 你说那个东西是 是个压迫感吧 也行吧 反正就是那种 很 很让人就是那种 要注意言行 要甚至注意坐姿 我到有的学校 就很自由的感觉 什么学生跟老师讨论 能不能盘珠子 什么 这个到底是对不对 它是不是一种真自由 有 有人说了 说这漂亮国也搞什么 个性教育 什么 这个东西真的是 我觉得没办法说了 是吧 洪秀全和上帝 谈行论地 和耶稣称兄道地 我真的没办法 这个 能能解释得清楚了 一团乱糟糟糟糟 就是 你说他什么都有 他什么都有 你说他什么都没有 他也什么都没有 你说他什么都没有 没有吧 其实他什么都有 你说他什么都有 其实他什么也没有 一团乱糟糟 一团乱糟糟